如此受欢迎 可他们就是很红 小鲜肉们的演技基本都很差的 有的甚至谈不上演技 可凭借超高的人气 依然赚得盆满满满 一个个都开上了超级豪车 李峰虽然没有演技 眼睛很像灰太狼 但他的确是当下最火的小鲜肉之一 众所周知 他的豪车有两辆 一辆是蓝布基尼 另一辆是麦凯伦 两辆车总价值在1800万左右 比李峰年轻的陆寒 据说座驾是一辆高配的 马沙拉蒂GT 总价值在300万左右 张继科的座驾也是马沙拉蒂 但配置应该比陆寒低一些 据说陆寒还有一辆奥迪A8 也有人说奥迪A8 那是他父母的车 吴亦凡在老炮里面开的是法拉利 现实生活中加拿大炮王的座驾 有保时捷911奔驰Z级 比克萨斯总体来说还是挺低调的 黄紫涛因为发明狗蛋一词爆红网络 大家都以黑他为乐 小编听说黄紫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他的父亲还曾公开炫富 而黄紫涛的座驾 则有马沙拉蒂 劳斯莱斯 兰弗基尼和法拉利 杨阳 马沙拉蒂总台 相比前几位小鲜肉大红大紫杨阳 坐驾只有一辆马沙拉蒂 小便感觉马沙拉蒂和奔驰Z级都成为明星的聊配了 TF5S的座驾是自行车 论年龄未满18周岁的TF5S 算是最新的小鲜肉了 所以他们的座驾只能是零排放 悬井天窗 浮碳排放的自行车了 浮碳排放的自行车